我复盘就算了吧 哇 这一天看比赛真的 我这很想问你们 你们是怎么看比赛的 就订闹钟起来看吗 我只有第一天 就那个不是是八点的比赛吗 然后我那天很早就睡 十二点就睡了 七点多起来正好 看了完整的 其他时候都是订闹钟 看着看睡着了 看着再睡着了这样子 八九点的还能看 最近就今天这五六点的 这怎么看啊 我订了 我今天是订了闹钟 五点钟起来看了两场 然后就RNG了我就没看了 今天涛伯哥那个真给我看 他晕掉了 八九点只能看第三场了 是啊 但看比分 只看结果也没啥意思 你只看比赛结果的话 就失去了看比赛的乐趣 涛伯哥啊 状态不对啊 是 不是最早是四点我看 四点五点 四点六点的 我不知道怎么看啊 说实话我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可能性 我觉得就是要不然就订闹钟起来看 要不然呢就是不睡看 因为你睡一半真的 哦就订闹钟呢 你就特别的痛苦你知道吗 剧痛苦啊 订闹钟起来看剧痛苦 第二轮没有全三点啊 我看到是 我今天特地看了一下 有四点五点 然后七点会八点打的 然后第一天好像这样 第二天好像什么五点 六点五点七点什么东西 反正四五点吧 气息了吧 我是看睡着了 不是 哦 我在第二场 我本来还是昏昏欲试 第一场看一半睡着了 微博都没能发 然后涛伯哥 VP完 然后好像解 因为我把解锁声音开得很大嘛 开得很大 然后被吵醒了 然后看着看着哇 直接给我气醒 气息的醒过来了 各支队友的状态啊 我觉得其他三支都还可以啊 只有涛伯哥 但我们京东市感觉不逆风 不会打 没把前期避烈士 但是后面打团避影 我觉得EDG还好吧 EDG是要适应一下赛场 然后他们这两场都还打得还行吗 就第一局嘛 对吧 RNG肯定是 RNG肯定是意料之外的 就是 非常稳定的好 边看边骂嘛 是 呃 我 不 你 因为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